新北板橋這一對夫妻黨 牽手做環保將近20個年頭 過往他們因為投資股票失利 而欠下了大筆債戶 偶然一次機緣下 看見了慈濟月刊 這彷彿也為他們 在黑暗中定亮光芒 整理好 我們就趕快再過去 滿滿的回收物 通通都打包上車 但這裡只不過是今天的第一站 對啦 新扣 推車做伴走遍大街小巷 到大樓的地下室 還有固定每周都要來的社區大樓 滿車的回收物是一趟又一趟 通通都收到這塊 有員人提供的環保福地 夫妻倆不放過 每個能存放的位置 除了收還會幫忙整理 收給師弟 大家說好 就一個團一個 就都放在我門口 他們的夫妻實在很花心 就收來都放在我這邊 看見鄰居對環保的投入與熱愛 激發兩人好奇心願意嘗試選擇做 而這一事就是近20年的歲月 一直看一直看看久了想說 他們做環保很有意義 我們會來去參加 就這樣一直參加進去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將近快20年了 夫妻倆願意牽手行善是多麼不容易 哪怕過程吵吵鬧鬧 只要目標一致用心就能化解所有不愉快 就是不少從夫妻一黨男朋友說 做的時候有時候意見有時候不違不合 他比較柔和 是我比較搶眼 從來沒有為了說 不開心的事 不做慈激的啦 不做什麼事的 我們沒有 從來沒有這個理念跟想法 就第一次 跟上人 上人的精神理念都很好 一級棒 我們就是這樣子 做到現在 將最初的善念用行動落實 這對童修在環保路上 共行菩薩道 天天是充實又美滿 大約新聞陳品杰檢員集 台北報導